是胡说八道 你没有资格研究 你也没有资格讨论 乖乖的听 一天听八遍 这是说什么 修定 修戒修定 你遵照我的方法 这就是戒 这个一天八遍的讯息 你的心定了 定了就看智慧 这里对讲的意思你体会到了 你一生受用不尽 一天听八遍的时候 听前面不知道后面 听后头前头望光了 一点用都没有 我这个方法很少人用 但是我说你们试试看 三个月之后你就知道效果了 你就知道好处了 所以我们的教学跟一般学校教学不一样 跟所有佛学院教学也不一样 我们教学的目的是戒定会三学 不是教你把这一部经背起来 这部经上台会讲 那个鸡毛蒜皮小事情 训练你讲这部经 说老实话 我要是教你的话 一个星期你就会讲 你自己得不到受用 没有深入没有体会到 你对于这个方法要信得过 你相信我 我不会骗你 我不会叫你上当 你依照我这个方法修学 另外一天八个小时念佛 早晨三点半就上店 进念佛堂 早阔就是三个小时念佛 晚阔也是三个小时念佛 当中说中午吃过午饭之后 两个小时念佛 八个小时念佛 真干 不干 不得了啊 古大德讲的 施主一列迷 大入须米山 今生不了道 皮毛带就换 你们有没有知道 这一首记的严重性 现在接受摄方供养 你将来怎么办 越想越渴望 所以出家人这碗饭 我常说 比乞丐 都难 乞丐是人家 送给你的 没有任何条件 没有任何条件 我们这是施主供养的 是有条件的 不是无条件的 那个条件是希望帮助我们成就道业 我们的道业要不成就 那我们不是欺骗信徒吗 这还得了吗 欺骗信徒 妄于界 所以 实现五戒 要落实 不落实 不行 修行的三大纲林 就是三规矣里头 聚而不迷 正而不邪 静而不然 决真经都在经典里面 你要不深入金藏 你怎么会懂得 决真经的道理 你怎么能修决真经 所以他第二条提着这个戒律 举一条就要想到 经典所说的一切的戒律 一定要认真去奉行 我们四众同学 不守戒了 佛法在这个世界就断灭了 我们要想续佛毁灭 要想挽救佛教 希望佛教正法救助世间 从我本身做起 不要求人 人人觉悟了 人人明白 从自己本身做起 你这样做 你是救佛教啊 你是救一切众生的毁灭 你想想看 这个功德多大 你做什么样的功德 都不能跟这个功德相比 你花亿万财产建一个大庙 没有功德 这不是我说的 大摩祖师事 梁吾弟建了四百八十所庙 渡了十几万人出家 向大摩祖师夸耀 我的功德大不大 大摩祖师一句话 等于一盆冷水浇了他了 并无功德 什么是功德 我们今天一交奉行 你真正熟住三规 三规落实在五界十善 你能把五界十善真正做到了 你是真有功德 而且是大功德 超过梁吾弟太多太多了 第四段呢 从第四页最后一行 阿难佛伯佛言 到第七页第三行 可不甚也 这是第三大段 第三大段呢 讨论教育 佛教是教育 教育里面关系 就是老师跟学生 做老师 怎样才能做一个好老师 做学生 如何做个好学生 佛在这里教我们这些 师子知道啊 老师帮助学生 学生也帮助老师 所以这一段 他的内容 是在教学 在人生生活过程当中最为重要 活到老 学到老 这是我们中国古人讲的 在佛法里面讲的 从初发心 到无上道 都在学习 没有一天间断 等教菩萨 还有一瓶身相 无名 没破 还在学啊 还在勇猛 精进啊 何况我们现在 才出发心 而教学 成就于否 实在决定了 在教师与学生 双方的心理 态度 以及教学方法 那么佛在这段经文里面 告诉我们 我们从这个地方呢 来学习 所以我们翻过来 在第六 第六页 第一行 佛教 既然是教育 当然 重视教学 教师 佛教里面称和尚 和尚是非常尊重的称呼 他是印度话 英语过来 意思呢 古人翻译 翻作清教师 那我们就懂得了 亲自教导我的这个老师 这才称和尚 没有教导我的 那些出家人 我们通常称他做法师 直接教我的 指导我的 这是我的和尚 和尚关系非常亲密 我的佛法 跟方栋梅先生学的 方栋梅是我的和尚 黎炳南老居士 是我的和尚 张家大师出家人 他是我的和尚 我三个老师 这三个人亲自指导我 教导我 不是亲自指导教导 他也是弘法利森的 罢得 我们都称法师 不称侯尚 侯尚关系跟我 我